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五指毛桃鸡 首先把切块的鸡肉起劲 然后加水浸泡 浸泡出血水 现在开始准备五指毛桃切断备用 倒掉血水重新清洗鸡肉 倒干水分 开始腌制 加入适当的油 蚝油 生抽 少许胡椒粉 一小把盐 抓匀 再下入生姜 再次抓匀 开始起锅烧油 倒入五指毛桃 微微炒出香味 下入鸡 一块 稍微翻转一下 炒至两面焦黄 盖上锅盖 让它煮一会儿 等包到差不多没水的时候 打开锅盖 试一下胃 再次翻炒 炒干这个水分 在只剩下一点点底汁的时候关火 用包的余热继续加热 控干掉水分装盘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五指茅头鸡 炒干掉水分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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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干掉水分装盖